新生活,好管家,今天的节目中带来的三道全是硬菜,首先是温阿姨自家制作的麻辣鸡块,这道菜是从重庆辣子鸡的做法演变而来,香麻微辣,十分适合家庭制作,干炸丸子许多家庭也会做,但是水中油制作的却有不同之处,究竟是什么呢? 干锅香辣虾,大家都不陌生,副大厨在节目里把饭店味道的香辣虾的做法,一步步教给大家,学一些,说不定你也能做出极品的味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好管家节目 南方人,但是在北方生活久了,现在做的这个菜呢,口味也是越来越重了,而且今天这道看上去是满满的营养在里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出温阿姨,欢迎温阿姨 你好 温阿姨,今天一进来就被这盆鸡震撼到了,好过瘾啊 好过瘾 那这道美食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麻辣鸡块吧 记得您是第一道南方人啊 是啊,跟孩子们在一块住吧,也不能吃得太亲的 因为孩子们口味都比较重啊,所以我就学着做 温阿姨要制作的这道麻辣鸡块是从重庆辣子鸡的做法演变而来的 做法虽大同小异,调料却简单许多,口味也是根据自己和家人的需要进行的调整 香麻微辣,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非常下饭,堪称为温阿姨自家版的辣子鸡 制作这道麻辣鸡块所需要的材料有 整鸡,青红辣椒,柑辣椒,花椒,姜,料酒,淀粉,生抽,白糖 我们先把这鸡块要切好,入下底味 这块还蛮大的 不过呢,因为这个是重口味,又有辣子又有花椒的 人少呢,可以在超市里买那个鸡边腿也可以 也可以 化了洗干净,一样的,口感一样的 我们剁好了,那现在呢,又把它腌制一下 因为这个辣子鸡啊,你光靠后面放调料呢,咸味进不去 我们提前剁好以后呢,腌制20分钟后半个小时,叫它入味 生姜多一点,但是呢,做的时候就不要它了 所以说,所以我们切的比较细的 主要是让它入味,放上生姜 这个鸡挺多的嘛 我像这样的盐,这盐要一勺 料酒,料酒一定要多 多加盐 为什么呢,因为以后我后面还要挂点生粉 挂点生粉呢,不放水了,就要靠料酒来挂 它能挂住,去清效果也好 然后,我们就拿手,拌拌,因为这个很大,这么一剁起来 不好翻啊 不好翻,就下手了 对,用手来翻拌一下,让它都涂抹均匀 每一块都能包裹上 我们现在拌好了,放旁边腌制一会儿 这个工夫呢,我们要处理一下配料的菜,稍微处理一下 好,那我们这个鸡块先放旁边 对 什么都不要放,不要炒了 就是能炒出来以后,让它颜色更鲜亮一些就可以了 我在家也放这些辣子 还是比较讲究的 稍微煸炒一下 时间差不多了,这个鸡块我们腌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可以开始做了吧 可以开始做了 锅里我们加上八余鸭榨菜籽油 这个油呢,稍微要多一点 用完以后,家里嘛,用完以后还可以拿出来炒菜 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菜籽油烧的过程中 我们给鸡里头放点生粉 放点生粉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锁住这个鸡块里头的水分 我们这个鸡多嘛,这一碗都得下去了 鸡肉薄薄的裹一层就可以了 哦,它拌开拌匀 你看,基本上是薄薄的一层 然后在一货油好的时候,在炸的时候呢,没事拿手拿的,尽量就不要把生姜放进去 哦,待会可以挑出来 挑出来 那我们油温要热到几层热呢 呀,就是八层热吧,要热一点 稍微偏高一点 下锅就能使这个鸡块外头就产生一个膜 哦,把里面水也能锁住了 对 我下上一些,你拿锅盘推下去 让它不要糊锅底 对 接下来,翁阿姨把所有的鸡块都放入锅中,用中火来翻炸 要基本上每一个都要这样的黄黄的,稍微干的 焦儿不糊的感觉要出来,就是青黄色 对,一般有的都是分两次 咱们做菜都是家庭版的,所以我就一锅会 对,家常版的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 对,看着油挺多的 这么一炒呢,鸡,现在买的鸡,养殖的都油油 都比较肥 其实这么一炒油油都出来了 对,你看越来越多了 咱们就自己一边炒一边看 基本上就是说每个都是焦黄色的 而且又不是很干 对,那个就可以了 咱们还是要看它炸的这个程度 对 哇,现在这个颜色就很漂亮,很诱人了 对,现在我们就关火把它拿出来 把花椒和辣子炒一下 干料放进去 那炒出来香味 奇迷辣椒泼出好生活 这咱们眼波是应有尽有 这个辣椒用干香辣味就出来了 特别的诱人 油温不要太高的时候放进去 对,油温低的就油慢加热 这样的香味就出来了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块放进去 好 准备出锅 哇,很快哦 这个就加热了 这时候呢,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出来了 好 稍微 烹一点点生抽 嗯 哇,好香啊 加点白糖 好 这个味道就更柔和,更综合了啊 阿姨到底还是南方人啊 你看我们这典型的西安人,潮安人 这个辣子就闻起来太香了 我要在家炒着不停的咳嗽 哦 这个最后放下去 我们刚刚提前炒好的这个 关火放下去 哦,关火的时候再放 要颜色呀 趁着锅气再把它再炒一下 对,要不然炒得太嫩啥了 这个辣子就不亮了 对 而且我们提前也已经给它变香了 对 嗯 由于是自家吃的麻辣鸡块 温阿姨在制作时放了十足的鸡肉 减少了配菜和调料 肉块大而多 菜少 吃起来十分过瘾 再也不用在辣子里找鸡块了 嗯 特别入味 吃起来外面焦焦的脆脆的很香 香脆可口 里面的鸡肉呢 还是嫩嫩的鲜嫩的一个感觉 经过这个干辣椒这么煸炒之后 还有花椒 还有我们的生抽啊 吃到嘴里越嚼越有滋味 怪不得您还在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特别下饭的一道菜 我觉得男士用它来下酒也很不错 对 旧啤酒 哈哈哈 真的旧啤酒 炸鸡啤酒 你看都全了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点像这个大排档的风格 很过瘾 很过瘾 嗯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麻辣鸡块的做法 第一步 把鸡剁成块 放入生姜 盐 料酒 拌匀腌制三十分钟 第二步 青红椒用油煸炒一下备用 第三步 油温烧至八成热 鸡块放入干淀粉拌匀 放入锅内炸至金黄色成熟捞出 第四步 边香干辣椒花椒 放入鸡块翻炒均匀 加入生抽白糖调味 放入青红椒关火 翻炒均匀出锅 制作这道麻辣鸡块所需要的主食材 鸡肉青椒四十二元 调料三元 共计四十五元 欢迎继续收看好管家 我是金星 那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老朋友水中游大哥 北周大哥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了 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 尤其我们北方人最喜欢吃的 甘炸丸子 甘炸丸子 对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 应该算是比较家常 但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家里面都会做的一道美食 对对对 甘炸丸子一般不上大洗面 但是却是家庭中最喜欢的菜品 趁热吃外脆里嫩 咬开皮 中间是粉嫩多汁味道鲜美的纯肉 老少杰逸的口感鲜香的味道 确实是能俘获所有家庭成员的一道美食 下面我们就跟着水中游大哥 一起来学学甘炸丸子的做法 需要的材料有猪肉馅 鸡蛋 面包糠 淀粉 干炸粉 白胡椒粉 盐 鸡精 第一我们先把鸡蛋放进去 好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它有些地方说是放蛋清 不放蛋黄 虽然我觉得蛋黄和蛋清 放个全蛋效果更好 哦 出来这个口感更好一些 对 咱这个肉馅里边的瘦肉跟肥肉的比例大概是 一般是三七 百分之七十的瘦肉 百分之三十的肥肉 放上一点点糖 一个鲜 放上一点点盐 为什么这个糖和盐不能多呢 因为丸子炸出来以后呢 一般要吃干炸丸子 它吃一个椒盐 旁边放点椒盐 你站着吃 嗯 这个时候我们放什么 放点粉面 这个 放点淀粉 放淀粉 就干淀粉就行 好 淀粉是让它凝结一下 哦 像胡椒呀 或者是什么八角呀 什么的那有一些 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干炸粉炸完以后 它能做到这个外酥 外交理论 哦 明白了 能达到这种效果 嗯 感觉好像这种干炸粉之类的好像都是专业大厨 平时会用的 好 家里面可能用的少 一般饭店去以后 你点个干炸丸子 人炸的功夫好的 要什么呢 炸完以后跟冰棒球似的把它扔到桌子上 能有弹性 这个我想到那个撒尿牛丸 是这个意思吧 撒尿牛丸是在剁丸子的时候 剁肉馅的时候要下足功夫 对 还有最后一个面包糠 对 过去没有面包糠的时候放点什么 放点磨花 哦 磨花 哦 对对对对 水正宏大哥怎么想的 今天带来这道干炸丸子呢 这个逢年过节 有时候周末 我们家必须要做这个菜 哦 你比方就今天我们买这个一斤多肉 基本上一家就吃得光光了 吃得光光了 就趁着热劲吃 那你像这样一个传统 你们家维持了多少年了 哎呦 这炸丸子那可是 维持了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那就相当于从您可能 大概几岁十来岁的时候 就就那时候是 您的父母就给你炸丸子 不是我炸 是我吃 对是您吃 后来您就给您的家人来炸这个丸子 是吧 因为这个丸子一个是干炸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穿 穿着做汤的时候 就直接不经油 对 你要说到丸子 实际上它的这个来历也很古老 对 据说是在秦始皇的时候 秦始皇爱吃鱼 那鱼老有刺 那时候如果他吃鱼以后被刺扎住 他就要把厨师撒掉 哦 后来就做 他们就发明了把鱼肉剔出来 然后怎么办呢 就做成丸子 哦 鱼丸 好了 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时候我们放上一点点鸡精 最后提味 对 也可以 有些人也可以说放点蚝油 蚝油出来好一点 但我觉得不要放酱油一类的 出来颜色是 最后怎么办呢 我们倒一点点油 嗯 我们用到的是巴鱼鸭炸菜籽油 我这会儿帮你把火打开吧 对 可以 我们先把油烧上 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过年的时候 我妈每次做这个干炸丸子 她边做 她就说来你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我就边尝边尝 等断上桌的时候 满满一包 没多少了 没有几个了 这个是老少结宜 对 唯一不好的就是现在肉涨价 太肥肉了 嗯 好了 我们现在今天就是这 油差不多 我们中火就行 好 油温要烧到几成 油温一般在六成 好 放在锅里之后 要立马用勺子把它搅一下 对 对 免粘连 这个火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锅里的情况 对 丸子多了 火就稍微大一点 对 一个是不要炸焦 另外呢 也要让它迅速的能定型 嗯 不然就容易散啊 对 咱间这丸子炸几次 炸三次 三次啊 对 第一次应该是定型 第一次是定型 炸熟 这个火呢不要 不宜太大 嗯 然后剩下的我们第二次和第三次火开到最大 嗯 迅速的给它 上色 就都一个是上色再一个就是把外边迅速的成为一个壳 哦 让它变得很酥很脆 对啊 好 我们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现在是不是油温要升高了 对 油温现在升高 升到基本上到个 八成 八成 嗯 甚至八成多一点 嗯 好了 我们把它进行第一遍复杂 嗯 这 这次你看这个油温明显的高了 对 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 如果在家里操作这道炸丸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好了 我们迅速的把它捞起来 嗯 它捞起来之后自身还有一个加热的过程 这个颜色已经可以了 对我也觉得很不错了 现在炸它是给它什么呢 就是外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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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丸子不能太咸 嗯 然后你如果觉得口味太淡的话 嗯 在旁边倒一点点椒盐 蘸着吃就行了 喜欢吃辣椒的还可以送点辣椒面蘸着吃 哇 真的好好吃啊 这个丸子 首先它的口感 外边脆脆的 而且这个脆的壳它不硬你知道吗 很多炸的东西最害怕就是 虽然是脆的 但是它特别硬 各芽 今天这个是薄薄的一层脆壳 然后里边就跟那个鸡蛋馅一样 特别的特别的柔软 那个肉丸 而且今天这个味儿啊 刚才您放盐其实放得挺少的 对 提醒说会不会太淡了 但一吃到嘴里之后你会发现 因为刚下去好像尝不到盐味 但是你嚼两下 这个咸淡度是刚刚好的 吃丸子 如果你第一口觉得两咸淡 咸一点 或者是差不多 后面会越吃越咸 越吃越咸 对 所以第一口下去一定是尝不到盐味 但你嚼两下 盐味出来了 慢慢地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道干渣丸子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肉馅里加一个鸡蛋拌匀 放入少许糖和盐调味 接着加淀粉 干渣粉 鸡精 搅打上进 放入少许油拌匀 第二步 油温六成热 放入丸子中小火炸着定型上色 成熟捞出 第三步 油温升至八成热 放入丸子第一次复炸 盛出后 油温继续升高至八成 放入丸子再炸一遍 这道丸子一共炸三遍 这干渣丸子就做好了 制作这道干渣丸子所需要的主食材 猪肉馅35元 辅料调料3元 共计38元 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由六六红 轻易油火锅底料 琴衣辣椒剖出好生活 琴衣油辣椒 特约支持播出的好管家 我们今天请到的也是一位大厨 霍佩蓉大厨 欢迎你 厨师 您好 大厨呢还是厨师长 是不是 你这厨师长做这个厨师 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我听说 您专业做接下来的这道美味 也很多年了 对 做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煎 极品的香辣虾 在西安的街头巷尾 许多专门经营香辣虾的美食店 做的都是干锅香辣虾 今天 傅大厨要做的也是干锅香辣虾 说到极品香辣虾 到底极品在哪里 饭店里的香辣虾的味道是怎么呈现的 让我们跟着副大厨一起来解密吧 需要的材料有 鸡皮虾 土豆 菜花 胡萝卜 西芹 洋葱 青红椒 葱姜蒜 花椒 杆辣椒 白胡椒粉 腌虾汁 蚝油 料酒 雞精 味精 蜜至红油 葱 辣椒 花椒 大料等熬制 干锅三鲜底料 盐 雞精 味精 鸡皮的先腌虾 好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什么品种啊 鸡尾虾 米质腌虾汁 里面有蚝油 造型料酒 鸡精 少许的味精 配料放到一起 搅匀就行了 对 现在给它腌 操作起来也简单 对对对 倒一点 虾一般腌到三到五分钟 腌制的过程当中 最好这样搅拌一下 对 让它充分的能够腌到 对 我发现你这个虾是处理过的 是 开了虾背了是吧 都开虾背去虾线了 只去了一个虾线 和开了一个虾背 还有虾虚 对 虾虚剪掉了 剪掉了 腌虾的过程中 咱们有点咸鱼的时间 可以把这菜的水一焯 少加一点底盐 菜花先飞一下水 我们平时焯菜的时候 里面会放点这个油 让它砍起来更清亮 对 我们给锅里来点 巴鱼压榨菜籽油 正宗的老散味道 巴鱼更低道 菜花一般飞到七到八成熟 嗯 可以了 可以捞了 这菜飞完了 嗯 咱们现在都要开始淡虾了 在我们酒店 一般这虾汁 一会儿要腌20斤以上的虾 嗯 现在这枝子在我们 如果在农村家里那边做了 可以把它这枝子倒出来 放冰箱里 二次再吃的时候 还可以再 重复利用 对 哦 这个方法不错 不浪费 哦 我们下一步要炸虾是吧 对 对 要炸虾 给锅里多来点巴鱼压榨菜籽油 正宗的老散味道 巴鱼更地道 对对对 现在有利用在这 前时间咱们拌虾 拍粉也很关键 把它轻轻地炸 已经要 虾和水的水分都要吸收了 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抓起来黏黏的 但是还不能太厚 对 太厚了也不行 虾的粉质直接炸出来 它容易发黑 如果说不铺淀粉的话 直接炸虾容易黑 对 所以我们给它裹上一层淀粉 既能保持水分 对 锁住它的水分 又能够颜色看起来很漂亮 对对对 炸到什么程度啊 虾已经看起来变成红的了 就可以了 你看 再这样 对 老鼠 绿油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大火放虾 一个是让它外表快速封住 能有那种交感 对 另外一个也是大火让它不吸油 对对对 接下来 傅大厨把剩下的虾也都炸熟备用 好了 现在还不用关火 炸完虾的油温 它适合炸土豆条 要先把土豆条再淋上 你这个里面还有这种鲜香的味道 正好让这个土豆条也吸收一点 对 这个火候依然是这样的 对 这炸薯条小朋友可爱了 对 炸土豆条油温要 最起码要升到八层了 也 也上色了 对 慢慢地变成天黄色 这样会不会出来有点那种干干的 流失水分了 应该不会 不会 因为我们切得粗是吧 对我们切寸是1厘米 长是10厘米 好 我们把这个虾和这个薯条都炸好了 对 现在另起锅 再炒锅底菜 来吧 那你这倒的是什么呀 我们切香的蜜质特质红油 又是蜜质的 今天我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你这蜜质怎么蜜的 怎么质的 里面有什么 闻起来香的 里面有八角 贝皮 香叶 草果 都是一般的食用的药材 在市场基本都能买到 有子弹头辣椒锅 有花椒 有豆瓣酱 啥子说起来 种种的 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多少种啊大概 最起码几十种 好 这油已经热 咱先炒锅底菜了 锅底菜倒进去 把它翻炒一下 哇 要大火快炒 对 放入少许的笔盐 来露个味 这个时候不用太多 因为我们刚才 焯菜的时候已经放过了 这个是 一直干锅三鲜笔料 然后 这里面还是有盐 味精 鸡精 要是料在这个料上 对 就这三样吧 对 很快 一两分钟就把它扣锅了 哦 这就算炒好了 对 哦 变底菜 对 有红红的 绿绿的 白白的 哎呀 很漂亮 这虾是不是该登场了 对 虾马上就要登场 那你为什么不把虾和菜 放在一起炒呢 缓和炒 虾吃起来不脆 影响虾的口感 豆我们千香蜜汁 特质红油 烧上五层热 葱姜蒜 这些料要上场了 凡是要炒小料 你这个油温就不能太热 对 不能让它糊 要出香味 好多姜 对 姜包香 然后再放入蒜片 包香 再放入葱段 把它包香 我还看你准备了 满满的一碗红辣椒 对 我觉得这道菜可是够辣呀 够辣 应该也是那种重口味的川味 对 川味 所谓叫香辣味 对 香辣干锅虾 对 你这还要熬一会儿吗 这个葱 对 熬一会儿 把它扁香 因为我们这个葱切得也挺大 算是 对 放走花椒 我们用了也是两种花椒 对 这个花椒 你放早了容易糊 放晚了也不行 都合着放一块 先编出它的香味 然后再放走干辣椒 所以当这个葱烧得差不多的时候 放花椒 对 然后现在就 这么的干辣椒也下锅了 哇 这爱吃辣的人看着这可爽呆了 对 满满的一碗辣子 姜和蒜 葱 它已经扁干了 我觉得炒辣子鸡丁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对 可以 是不是 大盘鸡 对啊 我们在外面吃的那大盘鸡 还有辣子鸡丁 就是在辣子里面找鸡肉 对 煎锅肥肠 煎煎豆椒 都是这样 太好了 能做这么多菜 这就是食材和食材的区别 有很多人他一种食材 可以做几十种菜 是的 有些人他只能适合做一种 你看这个辣椒已经变色了 它的香味已经融入进去了 对 哎呀 现在真的是一言难尽呢 我感觉我这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 辣呀 现在在我们的虾锅里面 放在我们的青红椒 所有喜欢吃 让它放进去 补点维C 对 再放在我们的这洋葱段 你看色香味俱全 放在我们的蜜汁三鲜 煎锅底料 副大厨特别可爱 他还特别自信 这还没出锅呢 他就跟我说色香味俱全 对 对 鲜香的这三合汁 哦 有蚝油 有味精 有鸡精 有造型料酒 就是刚才我们烟虾 我们刚才烟虾的时候就放了 对 现在咱们这个已经火候 我看菜已经炒到 可以变色以后 把虾倒进去 快出锅了 再淋上我们这千辆米汁的特别红油 就落在淋上一点 对 油光光的 对油光光的 这翻盐就可以了 只有不易翻盐时间太长 哦 熟芝麻 熟芝麻 你看 哇塞 太诱人了 丰富的配菜 加上大量饱满新鲜的大虾 用不同的手段加工和调制出的 丰富的调料 炒出香辣鲜麻的味道 丰富的口感 过瘾的大虾 层次分明的配菜 大概诠释出了这道菜极品的味道吧 这个大虾哈 外酥里嫩 干香四溢 麻辣爽口 吃到嘴里又有麻又有辣 还有鲜 还有肉 虾肉的那种细嫩 对 而且我是觉得很入味 因为开了虾背的 然后我们经过腌制之后 里面那个很多的味道 都已经进到虾肉里了 都已经进去了 你吃的时候一口 为什么要大家一口吃进去呢 连着那个虾头的那种焦焦的感觉 里面还有虾油 对 带着虾肉 其实那个虾皮也是可以吃的 补钙特别好 对 这就是干锅虾的一个特色 对 今天给你打满分 你不用紧张了 给大家微笑一个好不好 好 真的是 我觉得特别满意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道极品香辣虾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鸡尾虾开背 去虾线 剪虾虚 放入腌虾料 蚝油 料酒 鸡精 味精 腌制五分钟 第二步 油盐水把菜花 芹菜和胡萝卜 焯至八成熟 捞出 第三步 虾里的调料水控干 放入淀粉 拌匀 油温齐成热 大虾和土豆条 依次炸熟捞出 第四步 蜜制红油烧热 放入超好的菜花 胡萝卜 西芹翻炒 加盐 干锅料 翻炒一下出锅 摆盘 垫底 第五步 用蜜制红油 把葱姜 花椒 麻椒 干辣椒 煸炒出香味 放入洋葱 青红椒翻炒 加干锅三鲜底料 盐 鸡精 味精 调味 炒至变色 放入大虾翻炒几下 淋入蜜制红油 出锅 制作这道极品香辣虾 所需要的主食材 鸡围虾35元 辅料12元 调料5元 共计52元 特别美味的一道干锅虾 最后呢 我们请观众朋友 一起来参与一下 请大厨啊 你给我们想一个问题 好不好 这个虾复杂了没有 希望大家都能够答对 赶快通过电话和微信 来回答问题 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观众朋友 当中抽取兴趣的十位 送出我们的大理包 植物油底料好健康 这里由六六红青油火锅底料 提供的大理包一份 要送给我们的傅大厨 谢谢你 好 谢谢 傅大厨做饭很好吃 而且呢 也非常的谦虚啊 把你家的这个密质的这些料 都告诉我们怎么做了 好 谢谢你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 就全部结束了 明天的节目依然非常的精彩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新生活 好管家 酸菜饺子是东北人家家户户 都会做的一道美食 但蒋老师的酸菜肉馅饺子 却又与之不同 因为他制作酸菜的方法 比东北人传统的方法 更简单更方便 喜欢吃饺子的人 一定拒绝不了这样的诱惑 既可以做蔬菜 又可以做粮食的芋头 不加一点肉 怎么做更适合艳客 蓝海叶用红烧的方法 把它做的比肉还要好吃 很多人觉得中式点心 比起西式点心 制作工艺更考究 制作难度更大 其实不然 张敏的椒盐芝麻酥 只需简单三步 让您一学就会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明晚好管家